众所周知 在三大特色中 有这么一群人 他们虽然战力高 但打起架来从来不讲武德 特别喜欢群殴 最关键的是在这个小团体当中 还经常出现一些挂逼 没错 他们就是超级战队 不过相信战队群殴的力量小伙伴都有目共睹了 那么今天小城就来盘点下 超级战队中的红战士都拥有哪些挂逼形态 话不多说 咱们开盘一 淘太郎 作为明老师的最新力作 暴太郎战队可以说是在今年出尽了分头 而淘太郎作为主角 他的强大也是显而易见 但是口号就直接喊出了日本第一 但是熟悉明老师的都知道 他写的强化形态 通常来说都没有啥铺垫 都突然出现 淘太郎的机甲形态和黄金形态就这样 不过这两个形态的实力都要实打实的强 机甲形态倒能和其他几位东兄弟组成萝卜 而黄金形态就更不用说了 口号都直接换成了天下无双 但这里有个槽点啊 自从黄金形态登场后 机甲就很少出现了 果然就算是明老师也对抗不了东爸妈的力量 二 全开凯撒 俗话说的好 永远不要和搞笑人物逼战斗力 而机界战队 最战队系列的45周年纪念作 肯定在剧情上就少不了前辈的元素 那么众所周知 众致敬前辈的角色 战斗力也肯定是要拉满的 有了搞笑人物和致敬的加成 全开凯撒的实力相信就不用多说了吧 不过这里可能有小伴就要问了 这期盘点的不是红战士的强化形态吗 你看看全开凯撒身上是不是有点红色 那把它算作红战士不过分吧 至于全开凯撒的强化形态吗 如果按tv里的来说 那只有一个人形态萝卜 超级全开凯撒 他的能力嘛 自然而然和他的外形一样 没错 这个形态真的能巨大化 变成萝卜 并且还拥有恐龙形态 不过要算连斗剧场版的话 那倒是能再多算一个 还会全开凯撒 而和淘太郎比起来 全开凯撒两个强化形态的登场就合理多了 一个是弗林特制造 一个是前辈的力量 但除了这两个强化形态外 实际上全开凯撒最变态的是他的武器 全力全开加农 这玩意儿不仅可以召唤前辈 还拥有所有战队的力量 这么一个能攻能防的武器 不比当坟墨石王要死盖茨强多了 你说是把装武 3 黄辉红 虽说在战队中有不少红战士的强化形态 是一人掐毒石 但实际上还有挺多的红战士强化形态 是和伙伴们一起使用的 魔镜战队就如此 并且这个强化形态还拥有时间限制 不过虽说是一起使用 但在细节上还有区别的 装甲上水晶的位置就根据使用者的不同而变换 至于他的由来 则是通过黄辉红的想象力 值得一提的是 在魔镜战队中 基本上所有的机甲都靠着想象力 前面说过的黄辉全开凯撒就是这么来的 4 龙装红 要说东大妈当年有多偏爱战队 你看看龙装者的强化形态就知道了 剧中登场的龙装魂基本上都拥有新皮套 并且每个还都不是换色这么简单 至于这些形态的能力嘛 小城随便挑两个来说 暗魂能创造黑洞 怨魂能实现任何愿望 你就看这离不离谱 而除了龙装魂是通用强化形态外 还有一把龙装圣剑也是如此 在设定上 他更是直接能引出骑士龙的所有力量 但结局嘛就 说了这么多 咱们最后再来看看龙装红的专属强化形态 极限龙装红 光看特效和皮套确实挺帅 并且实力也不俗 直接能压着小boss打 但这极限形态出场的理由 小城至今都无法接受 明明费了好大劲才复活的大师兄纳托 就因为弄大妈的卖玩具被强行写死了 先不说剧外上一集刚洗白 这一集就记有多影响观感 光剧中像不使用光魂 至于大师兄的伤就有很大的槽点 只能说非常可惜了 这么一个塑造好的角色了 五 鲁邦宏 巡逻一号 提到这两位 那不得不说的 就当年东纳妈的区别对待了 快到在新玩具上拿到手软 而警察这边就只能够从头到尾使用罗巡优号这一心态了 就算后期新玩具的名字叫做警笛前锋 东纳妈也选择先给诺尔雅使用 不过看到最后小城到明白了 为啥一直不肯给罗巡一号新玩具 你看这超级巡逻一号都能单插boss了 要是一开始就给他这个道具的话 那反派就不用玩了 但是说实话 虽然小城个人在剧中更喜欢巡逻一号 但实际上最快到这边的皮套还很香呢 不仅如此 超级鲁邦宏的能力 虽算不上很bug 但能预知未来也非常实用了 至于这两位的另外两个强化形态 三色鲁邦和巡逻优号码 小城倒是非常好奇 能不能在这基础上 使用胜利前锋和紧急前锋 那样的话 估计boss也不用拖到最后了 好了 本期的视频到此结束 我是小城 一个绝对不会偷跟的奶